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 楞严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 楞严一千日 第六百四十七日 主题 修席位 经文 阿南 世诸菩萨从此以往 修席宫 功德圆满 义木此地 明修席位 萧文致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严一千日 第六百四十七日 我们要继续来谈善会地 这一段是楞严经里 谈到修行 谁所发行 安利甚位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修行 到底修到什么程度 总是会觉得自己 好像修得很不好 那这里就来告诉我们 其实你只要愿意来修行 你修是功不堂捐 所以这里谈到的是 从甘会到庙诀 这一路以来 一个详细的层次 详细的过程 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十地 已经要到最后 从欢喜地到最后 第九 善会地 这个时候 菩萨的心 他已经开始改变 建趋于圆满 所以叫做发真如用 叫做善会地 我们的真如自信 能够发挥最大最大的作用 叫全体大用 那什么会是 这个世界上最好用的心呢 那你的心能够用到什么程度 会叫做善会呢 这里在华言经里面谈到 菩萨摩赫萨以无量智 能够如实的观察 你观察了一切万法 又能够了解一切万法 所以这个地方呢 菩萨在善会地 他做什么事 他做大法师 要弘扬佛法 那再来第二个 为什么要弘扬佛法 他是守护如来法葬 那这个部分呢 就谈到了 如何来弘扬佛法 如何来守护佛法 那弘扬佛法 守护佛法 就要能够了解佛法 因此呢 菩萨常随 四无碍智 转无战舍离 四个无碍智 所谓法无碍智 意无碍智 词无碍智 乐说无碍智 这四无碍智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四无碍辩 每次我们在佛门中吃饭 师父就会祝福各位 色力命安或无碍辩 表示除了身体健康 除了自己的心很愉快之外 你要能够有智慧 这个智慧在自利利他当中 都没有障碍 既是因也是果 我们如果有了这四种智慧 那你的结果就是 变财无碍 而且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认识这四种 菩萨就是随时都 无战舍离这四种智慧 第一个叫做法无碍智 这个法无碍智就是知诸法自相 亦无碍智知诸法别相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法是什么 一切万法 万法的本质是什么呢 万法的本质叫做空性 一切万法的本质 自信自空 自信是没有挂碍的 可是我们不认识他就会以为 就是学佛就是变成空啊 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里讲到的志向就是 他每一个法都有他自己存在 自己展现的方式 那我们不知道啊 简单来说 每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你跟我你要怎么比 可是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就用智商来比 我们就用长相来比 用身高来比 就造成很多的烦恼 长大之后呢就用能力来比 用自己的家的评数来比 用自己在公司当中的地位来比 或者是呢 我累积的财富来比 那你就没有造诸法的志向 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件事情啊 我们见到任何一个人都会统一标准 学佛如果学统一标准啊 你不见得是适合自己的 你要照你自己的本质来认识自己 来学习觉悟之法 所以菩萨呢要度众生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个法的志向 就是我认识的这个人 你要了解他的本质是什么 那佛法呢在告诉一切众生 要认识自己 那每一个众生呢 如果知道自己自己是什么 自己就是佛 即心即佛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佛性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本质 这个就会真正的认识到 自己诸法的实相 那这是第一个 但是呢 如果这样子是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呢 其实又没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万法都不一样 甚至于同一个花园里面 同一种花都是玫瑰 可是长出来的各有姿态 有的颜色比较深 有的颜色比较浅 有的刺比较多 有的就是弯弯的 有的直直的 所以这就是什么 叫做别相 同样呢 家里面有双胞胎 双胞胎呢 虽然同时出生 他依然还是差别 甚至于呢 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 我自己来看到你自己的个性 你三岁的时候到13岁到23岁到53岁 还是随时都在不一样 那我要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义无碍制 一切万法每一个刹那 都有他独特的别 就是叫做义无碍制 你认识这件事 你就知道 你既又是同又是别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但是啊 你要长出你自己的独特的佛的样貌 所以有东方佛 有西方佛 南方佛北方佛 你到底要去哪一个地方呢 你要知道你自己心里面最理想的是什么 看到你自己的差别 也看到别人的差别 如此呢 这观世音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 就能够千百亿化身 那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明白这个义无碍制 你也能够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而且呢 见一个人 他在什么状态 说什么话 来帮助他 是最有效的 你就会很自然的就明白 这叫做义无碍制 然后再来呢 词无碍制 叫做无错谬说 我们要说法呢 要说到 恰到好处 而且呢 要说到天花乱醉 可是呢 有的人天花乱醉 就是都是错的 歪理也很有理 那我们现在讲佛法 就不是歪理啊 是正确的道理 是因果的道理 不是自己瞎掰的 也不是呢 花言巧语 那要怎么样用正确的语言 让大众有正确的理解呢 那因为佛法很难 就很抽象嘛 然后你说这念心 这个心是怎样 我说了算 那你说了算 可是不一定别人能理解啊 所以要用正确的语词 去表达 叫词无碍制 我们常常呢 很多人说 哎呀刀子口啊豆腐心 那你是豆腐心啊 可是你为什么讲出来的话 都是刀子呢 这就是 不会说话 就是词 有爱 就是哎呀 词不达意啊 你的心里面呢 是这样想的 可是你讲出来的 怎么是反话呢 那你就说 这个要叫别人都能够理解你 其实你是好人 这很困难啊 因为我们都被你的刀子嘴 伤害到了啊 所以 你要练习的就是什么 词 无碍制啊 那有的人呢是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讲 干脆就不要讲好了 每一次呢 要说话之前都先说 我最不会说话 要不然就是说 我说出来的话很难听 可是是真话 那你可不可以综合一下 不会说话的练习说话 说出来很难听的练习改变 你的表达你的用词 这个叫做什么 训练我们的智慧啊 要无错谬嘛 错就是 对的讲成错的 甚至于呢 你的认识是错的 谬呢 就是荒谬嘛 天马行空不实 那如果呢 一个人常常都是狼来了 那没有人敢再听他的话 甚至于呢 即使他讲的很正确 你依然还是怀疑啊 所以呢 菩萨在说话的时候啊 他依据的就是这个词无碍制 好再来呢 勒说无碍制啊 叫无断静说 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呢 就叫做不厌其烦 我们常常呢 都会有一种语言啊 说这句话我已经说一百遍了 那你为什么还是不改 那你为什么还是听不懂 那就表示呢 你的心里啊 虽然 法也懂的 意也懂的 词也懂的 但是呢不开心 说了很烦 那菩萨呢 他在这个九地啊 他是无断静 叫做不厌其烦 你要说一百遍也可以 一万遍也可以 如果第一万零一遍 你就会懂 他就会再讲第一万零一遍 要不厌其烦 而且每一遍都很欢喜 那我们自己啊 有没有这种勒说无碍制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怎样 一年修行佛在心田 修行三年 我 阿佛呢 不知道在哪里的 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 那这个自己的心啊 就会有厌烦 那我们在学佛啊 也会这样子 在度众生更容易 一下子就说 哎呀众生无边是愿度 但是呢 看这个也不想度 那个也不想度 就是没有这种 无疲厌的心 那这个就是要怎样 要从勒说无碍制去修炼 那这四种啊 就是这个 九地的菩萨 具足的 而且他这里讲 此菩萨常随似无碍制转 无战舍离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这四种呢 都是可以修来的 菩萨驻第九地 得如是善巧无碍制 得如来妙法杖 做大法师 得意陀罗尼 法陀罗尼 治陀罗尼 光照陀罗尼 善慧陀罗尼 等等等等 如是等百万阿森齐陀罗尼门 皆得圆满 那以百万阿森齐善巧 因生辩才门 而演说法 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不管是什么问题 他都能够说 而且说得如何 佛以一阴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不是只是觉得 好好听 如雷的掌声 而且还是 不但是好听 还听懂 不但是听懂 而且还让人家 离苦得乐 还能够得正解脱 哇这个真的是 最大的功德就是如此 所以 此菩萨得如是百万阿森齐陀罗门 已 于无量佛所 依依佛前 昔如是百万阿森齐陀罗尼门 听闻正法 闻已不忘 已无量差别门 为他演说 这时候 你有这种智慧 你听什么佛 说的法 你都听得懂 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试试看 我刚开始在读楞严经 打开第一页第二页 每个字都认识 但是连起来都看不懂 现在已经经过600多天了 你再回头去看第一页第二页 你就开始有一点点的 好像有一点懂了 你再继续修 过了一段时间了 你就会发现 你好像一精通百精通 就越来越明白 甚至于你身边 也会常常有的人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慢慢的比较 跟以前的懵懂 比起来 你就更明白 更明白 表示你现在说法的能力 也更明白 所以你可以从听佛法 来了解你自己 到底明白了多少 然后再来 你在说给别人听的时候 你也要问问看 对方我这样说 你明白吗 那这样子 你为他演说 渐渐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无碍智 那很多人说 可是我都不会讲愣眼睛 这个那么难 但是你可以听到里面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很厉害 他不是只有讲道理 他还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 就像有些居士 他会把这里面的问题 等一下的QA 他把它记起来 记起来之后 就讲给他的家人听 讲给他的朋友听 结果 你不厌其烦的一直分享 最后发现自己收获最大的 就是自己的功力也提升了 所以其实这就是九地的菩萨 他要把这个真如拿来做大用 这就是从演说佛法开始 来分享法喜 分享这些修行的体会 那真的是最殊胜 那也会让你自己法喜充满 所以我们拥有了这四种无碍辩 他也是可以练习来的 而且最后你就会越来越发现 原来智慧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而且这学菩萨行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你只要愿意从零开始 你都可以一直不断的在加号 这个加号叫广结善缘 就像一个外国人 如果今天来到了台湾 那你看到一个外国人长相的 他就用很憋角的语言来问你路 你一定很开心 你不会去嫌说你讲那个什么中文 一样的 这佛法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心生 所以你要愿意去跟别人分享佛法 那讲不好很正常 但是有诚意都能够感动人心 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 跟大众结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很好的工具 学习佛法 可以让你跟各种不同的背景的人 都可以建立共同语言 然后彼此之间在生活中 都能够用得上 那真的就是最幸福了 好 在此菩萨巧用四种无碍的智慧在于先讲 不论在佛法义里 以言文字的表达 乃至论辩的技巧已到达了所向披靡 不仅能够如实了知一切佛法的美妙 而且乐于开解分享与他人 也无有障碍的将自己体会的华益 通过善妙的智慧教化调舞他人 在所有的世间教育中 家庭教育是一种 是一切教育的源头 父母亲作为子女的启蒙 和人生上的指导者 在当代家庭中 父母同样面临着 教育子女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而衍生出 与子女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关系 甚至对立状态 可否以此活的智慧 所体证的万法实意 跨越时空不同领域 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 利用教育方式 找出突破与跨越的一个时空 请师父开示 谢谢 谢谢元明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要如何教育小孩 就是不要教育他 你要教育他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教育者 你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 可是他是你的孩子 他是你身上的一块肉 他是你的延续 他是你年轻的样子 你如何教育你自己呢 你就想 我们的人生当中 其实常常最不喜欢被教育 你要做好一个很好的角色 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们也都在学习 所以首先你要先放下教育的这两个字 这教跟育 他是一个动词 或者是一个形容词 或者是一个名词 他都不是我们跟自己的家人相处的方式 受教育是到学校 学校老师他有知识有技能 但是跟家人呢 跟家人要相处 要爱他 这个家人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菩萨要度我们 他不用教育的方式 他用跟我们没有距离的方式 我们对菩萨呢 是没有距离的 我很相信他 我在他面前我可以撒娇 我也可以很糟糕 我也可以很无奈 我也可以很无助 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 可能不敢表现出这种脆弱的一部分 也不敢自己会很惨的时候 也真的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虽然是家人 可是我们常常剑拔弩张 为什么 因为彼此之间都太像了 太亲了 太觉得对方应该要怎么样 或者是心里太多的期待 结果反而呢 就会弄巧成拙 那我们不教又不行 教了也不对 他又不听 那最后呢就变吵架 那事实上呢 其实不管是什么方法 他都是有限的 只有自己用真心 用真心啊 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如果到达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才有机会 否则只会渐行渐远 然后到最后呢 两方啊都很懊恼 这等到哪一天呢 人不在了 就在哭泣 就用哭泣的方式 这个是世间最大的无奈 我们都不希望走上这条路 所以呢 如果现在还活着 还住在一起 还有机会 啊我们啊 应该是怎么样 放下爸爸妈妈的角色 放下孩子的角色 我们就是当成 就是好朋友 就当成师兄 就当成师父 放下这些所有的角色 我们就重新开始 读懂对方的心 了解彼此的心 你知道我的心 我知道你的心 那彼此之间呢 难得的缘分啊 我们可以好好的 幸福的相处在一起 在这个世间呢 我们已经在外面啊 都需要武装 要需要伪装 要需要战斗 如果回到家还要战斗 还要伪装 那真的没有地方去了 所以至少呢 在亲人面前 再大的问题 再大的 这个痛苦 再大的无奈 或者是再大的委屈 我都可以在家里面不用戴面具 也不用害怕 我会不会被抛弃 或者是会被 会不会被批判 那他才会有机会 成为你心里的 可以对话 可以相处的一份子 他成为我们心里的想法 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部分 其实佛度我们啊 他也没有用教育的方式 他也没有想尽办法 把我扭成佛的样子 他只是完全接受 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又完全的相信 我们就是佛 那所以我每次啊 看到佛陀对待一切众神啊 我自己就觉得啊 这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方式 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佛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 这个一定是佛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 从零 从零岁开始你就认识他 你看着他这样子一路上 他真的那个本性啊 只有自己的父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孩子 就是本性都是不坏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件事 你其实就是佛啊 佛就是发现我们的本性都不坏啊 可是因为后天的环境 或者是因为彼此之间不能够理解 导致呢现在感觉好像有冲突 其实呢那个亲情还在 那个缘分还在 都来得及啊 那学佛了 我们就用佛的这一套 那来感化 来度化 来包容所有我们的至亲之人 这样子呢一定啊 到最后叫皆大欢喜 无有寡碍 谢谢原明所提出来的问题 好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法周 那我这边要分享一下 这是自己的一些小心得 那请师父开始这样子 那因为就是在这次的 你讲大声一点 因为我们旁边有人在旁听 就是这次的slider有提到 新的作用分为体相用 那我这边的一个体会是说 那体的话其实就是新的 我们把它讲成真乳好的 就是我们可能看不见 那外在事件呢 其实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投射 当我们的内心本来是 极灭状态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有的没的 反正它就是处在情境的状态里面 但是不管是无名风一起 或者是解脱风一起的时候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会产生一个像 那它这个像呢 就我们的心跟像 藉由投射的作用 可能就投射到用症 就是投射到我们的气势间 我们说从内心往外去投射也可以 说从外往内心来投射也可以 如果我们从内心往外去投射 那就是解脱风 如果我们从外面的用 往内心来投射 那一个就很有可能是无名风 那在像跟用之间呢 总是因为毕竟我们 就是我们总是无名一起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我们自己的内心 那当然在这个 当我们在行为处事当中 就会慢慢的发现 好像这个气势间 就如从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波浪 一个小波浪乘着一个小波浪 再乘着一个小波浪 它的波浪很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行段 它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波浪 但是当你的波浪 我的波浪 它的波浪 这些波浪叠合在一起的时候 还会造就一个中波浪 甚至是大波浪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知道 应该说佛陀教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波浪中的位置在哪里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成功波浪 那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就拿这次的百万划眼的一个推动来讲 它就是开始于大和尚的一念 那一念解脱心解脱风 那在大和尚的心里成形成了一个像之后 它把它推动到我们这个气势间 这个时候有一个解脱风吹起来 所以波浪已经起 那这个波浪上面坐的是谁 就是宝言禅士的所有的法师 甚至是当初刚开始推动的这些人 慢慢的有一些人上来 所以大家会开始觉得说 不由自主的被浪推的走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自己在这个浪里面是什么样的位置吗 这个我想就是我们需要去认真体悟的地方 那慢慢的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 然后就造就了到现在的一个这样的状况这样 那这是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体会 那请师傅请开始 谢谢景州小波浪 我们就是用这个波浪来形容还真的不错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都是大海 佛陀讲我们的心向大海 无风不起浪 那当然会有无名的浪 也会有决性的浪 也会有解脱的浪 那你不要失去自己的浪的力量 你也是推进成为中波浪的一股力量 那其实这个是万法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那我们有这种体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顺势而为 刚好有人发起的这个念头 那我们自己其实心里面 本来就已经有这种想要 乘风破浪的这种想法 所以叫做一呼百应 一佛出世千佛互持 那的确是这样 如果我的心没有这种想法 即使这个风一直吹 他也不会不为所动 他也不会被影响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肯定 这个和尚是发起人 那这件事情也值得做 那自己也愿意成为推动者 那这样子一切事情叫做一拍即合 天时地利人和 那有幸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 那的确是很幸福 大家的方向一致的时候 这个力量就会大 百万的菩萨 用他的智慧之浪 就会变成一股不可思议的大力量 去扭转所有众生的共业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共愿 那不要小看自己 是一个小小的角色 都是可以发挥大大的功能 那非常应景 他其实就是像上会帝 所讲的发真如用 谢谢景州给我们这么好的辟喻 看来 看来